老法师在认识佛教中说 观音教我们大慈大悲 大师至菩萨教我们一心念佛 尽念相及 不加方便自得心开 一句佛号就能成就 若单是一句佛号 就是小臣 请问单是一句佛号的名号是小臣吗 我说过这个话 我都不记得了 单是一句佛号不是小臣 因为小臣里头没有念阿弥陀佛的 阿弥陀佛是大臣教 决定不是小臣教 所以小臣教的时候 成就是在四圣发解 声闻远求 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是大臣教 西方极乐世界跟华藏没有连样 而且是这个华藏世界是最精华 最殊胜的一个区域 好像一个城市里面 最繁华最热门的一个地区 所以他不是小臣 那么这是无论就是单用一句佛号 那这个地贤法师过去他那个徒弟 过路将就是单用一句佛号 你看他念了三年 欲知识知 望尊 而且还是站着走的 你看都多殊胜 他也不认识子 也没有学过经教 虽然出家了 什么也不会 年岁大了 中年出家了 人又很笨 乡下人 所以地贤法师 用善巧方便的方法 在乡下找了一个 没有人住的破庙 让他一个人住 就教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跟他讲 你就一直念下去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 接着再念 将来准有好处 他也不知道什么好处 反正师父教他念 他就一教风险 念了三年 你看看 欲知识知 怎么知道他欲知呢 他在往生的前年天 离开他的住的地方 到城里面去 看看他的亲戚朋友 那是什么呢 去刺心 看看亲戚朋友 回来之后 他有一个照顾他的老太太 平常给他烧饭 洗衣服 告诉这个老太太说 明天呢 你不要替我烧饭了 老太太以为是 这两天他到城里去了 是不是有朋友请他吃饭 不要烧饭了 明天不要烧饭了 所以到了明天 老太太到这个 来看看 看看他在不在家 结果一看呢 他站在那个地方 仔细一看 死了 从来没有看到 人站住 站住死的 所以就吓到了 赶紧去报告 一些学府的同学们 立刻就派人到观中寺 去向地前老和尚报告 日之时之 他很清楚 又不生病 没有生过病 你看 就站着走路 站了三天 那个时候到观中寺 是走路 没有交通工具 一来一往三天 他就站三天 等老和尚 给他办后死 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一句佛号 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成就的 他为什么能成就呢 你要懂得 他什么都放下了 他是一个很苦的人 生活太苦了 所以他没有一个念头 叫他念佛 他就老老实实 一心一意 就这一句佛号 出一句佛号 什么都没有 所以三年功夫成片 走得这么自在 这么潇洒 所以这个地老和尚对他非常赞叹 说这个他是 这是现代 现前这些大的寺庙丛林 这个方丈住持 这个讲经受法的大法师 没有一个人跟他相比 那真的一点不加了 他到西方基督律世界 去做佛去了 这是我们应当 要继续 要效法的 有请不吝点赞 这些材料